北韩6号传出清淡事报 引发了国际各界的抨击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对此首度做出了回应 他表示是防御美国核战攻击的自卫措施 对于北韩挑衅美国也不甘示弱 派出了可以携带核武的B-52轰炸机 飞越了南韩空域向北韩来展示军力 F-52轰炸机飞上青天 一旁还有F-15和F-16战机 面对北韩时报情弹挑衅 美国10号上午采取动作 能攜带核武的B-52轰炸机 从关岛空军基地出发 进入驻南韩美军空军基地 要给北韩一个下马威 美国强势回应北韩威胁 还打算将美韩海上联合训练 从3月提前到2月举行 美国核动力航母也可能参与 而对于世报清淡国际各界反应 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也首次作出回应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通过朝鲜中央电视台回应 说一切行动都是为了反制 美国核战威胁 世报清淡不过是自我防卫 其他国家无权批评 北韩自称世报清淡成功 专家认为金正恩是为了增加 对话空间和谈判筹码 也让南北情势更加紧张 你甚至是在阳中央官 你甚至正的满轨 我跟他说 ед船吗 我跟他说 你什么好看 发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